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看九塔的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18分 對今天 嗯 起床到現在 講了一些話到 對到現在才在講話 所以聲音聽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因為我看又跑去睡覺 我今天早上應該說 昨天昨天不是有睡嗎 昨天有睡然後半夜 應該晚上睡不著 對晚上睡不著 然後就 東看西看東摸西摸 然後就摸到了早上5點吧 然後回去睡 然後也就是大概8點就起來 所以今天早上 這個腦袋又不是很清楚 好啦我們就來解盤吧 我們來解盤 然後 我在考慮要錄一部影片還兩部 然後我們 一部影片的話我們就錄 就10檔 我們就10檔 我們剛剛 把這個IG限動上面又丟上來 差不多就 跟平常的量好像差不多啦 對那如果說加YT留言好像也沒有多少個 所以就還OK就看看情況吧 看看情況那 今天基本上又是一個整理 然後那昨天是有上漲一些 然後今天又有 就是一些獲利的了結 獲利的了結 然後 就升級股呢也是弱了兩天 這 大家不是說的選舉行情的升級股是弱了兩天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我們看一下價錢指數部分呢 在這禮拜一二的時候呢是那時候是一千多億嘛 然後 今天是有兩千三百億喔 所以可以看到 大盤真的像我們所說的喔 在禮拜三結算後呢 都會有一波還不錯的行情啊 還不錯的行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然後量是不斷放大的 不斷去放大 我們待會再看另外一張圖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今天期貨的部分喔 今天期貨的部分呢我是看他支撐 應該說我原本呢在昨天的第一步復盤的時候 我是說我在這個地方看空嘛 14775看空 然後呢後來想想呢 我今天早上是 改口喔 我是說14750到14775這邊是支撐 對那以我自己的原則啦就是 這個地方是不會出場的嘛 因為是14725才會去點到出場 對那不過其實好像直接做工好像空下去的力量比較大 但是其實也可以在 後面他這一根喔正式跌破了這一根的時候看到 欸有一點反抽反抽去回撤然後下來 所以說 呃我自己覺得我這個策略呢 就是說我把 14750到14775這邊那邊支撐 好像也沒有錯啦 喔好像也沒有錯 那現在我覺得還是以街多方為基準吧 那今天的這個 呃這個美股呢 就有開盤了 有開盤 應該是有開盤 我記得是有開盤 欸都我們猜一下好了 我有點忘記好像是說 開到什麼時候 呃美股美股 今天修飾嘛是昨天然後 今天是 縮短喔 我記得到他們的下午兩點然後我們的半夜 兩點 欸他這邊沒有寫 我記得是兩點 對對對他們的 下午兩點然後我們的兩點 反正他們就是 應該一樣是十點半開啦 然後就到兩點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還是就會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行情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行情 我們要講話在這個地方 那目前的支撐就看像昨天抓的蠻準確的14660 然後待會再來講一下 對應的位置齁 好我們看一下櫃買指數嘛 櫃買指數今天呢 欸又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下殺齁 把昨天漲的又殺下來 那我不確定啦 因為 這個地方我就一直很想要 催添給我把它加進去齁 把我們這個櫃買的指數加進去 不過一直都沒有 一直都沒有 怎麼查然後怎麼打關鍵字都找不到 只有大盤而已喔 所以說 呃這個點呢 你要把它當作是 昨天突破 今天回測喔 那也可以 我不確定 因為這線我不確定到底畫正確還是畫錯 所以 還是說它其實已經回調過 這邊已經回調過 然後 現在是要突破的一個位置 其實我在想 不過 一樣就保持多方操作 其實就可以了喔 然後 對就不要去 我覺得不要去做空啦 目前的趨勢還是比較 偏多 好我們就來看這為什麼偏多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 剛剛的看一下這個 喔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美元對 台幣 是不是 砸盤了 所以我就說 這個位置你看喔 昨天晚上 收盤的時候 11點24分 不是11 11月24 昨天的時候 他收盤 他收盤 收在了 這個 呃 就是 他就顯示下午 4點啦 收盤收到這個位置嘛 那時間真是奇怪 反正這個位置啦 然後收到 剛好收到線上面 但是 如果說你是做多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 你要去猜 你要去猜測說 他有可能走一個W 不過我覺得這沒有必要 所以說 你可以發現 你看我現在講 他的這個又在往下跌 所以說 他這邊應該會一路一路 跌到這個地方 看這地方會不會有撐吧 我目前看應該是有機會啦 我目前看的話 兩條線的交叉處 大概是30.57的位置 看這地方可能 大盤比較有機會進行一波回調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也是 我們也原指數的部分就 在前天講的很準確說這個 三角收斂的中籌地方會有支撐 然後昨天持續跌 那現在也是 跌回到了他前低點的位置 開始在 做一個 算是下跌後的下跌中繼 盤整區 那這個區域呢 甚至 喔 我不確定啦 反正他 甚至呢 沒有去碰到 藍色的線 所以我在想說 會不會就調整調整調整 打到這個線 去往下 那強制點打到這邊 然後去往下 目前都還是偏 以 他會跌下去為基準 以他會跌下去為一個 方向去看 那我們看一下台積電吧 台積電呢 在這一根 就是禮拜 這個算是禮拜 是禮拜五嘛 禮拜四 禮拜三 禮拜二 禮拜二這根 突然就有亮進來嘛 然後呢 禮拜三就是有點走高 然後去 收低啦 開盤開高收低然後禮拜四往上漲 禮拜五呢 今天往上漲 所以說他現在我看的壓力呢 如果說我們看天啊 他都有一些跳空開高 那如果說我們看周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他會不會其實就是形成一個 V轉的行情 行情 如果他形成一個V轉的這個行情呢 那也是到達前一波這個反彈波的這個高點的話呢 對不對 那他就是還會漲大概20元 那這個20元呢 我們換算成我們的 點數的話 只是換成大盤的話就是 一點是大概8塊錢嘛 那換成成 20元的話就是160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多少 你看喔 現在收是收在14778 那大概差 萬五這個地方大概差了222點 所以說其實 再往上推一點 再往上推那 到達萬五 然後台積電到達這個 520 這個地方會不會就一起 又往下崩 就是跟我們之前這邊 看著這個地方的時候一樣 開始到的時候 然後開始往下修正 開始到的時候 這個地方 開始到的時候 一起往下修正 這是上禮拜三 禮拜四 這樣子 禮拜三到達 然後一起修正 然後修正了一個禮拜之後往上走 我不確定會不會這樣行情 不過 以這樣的點數來說 代表說台積電是不是還有20點的這個漲幅 那當然這個20點我不會去賺 我們都只是做預測 那 你比較好去操作當然是直接操作大盤 可能在 萬五這個地方的時候 去做個空單之類的 像這個地方就蠻適合做空單嘛 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我們看納子 納子其實蠻無聊的齁 就是說 他在 這個 黃色的線如果說 每天看我復盤 知道黃色的線是什麼 就是一個大盤的大直撐 然後再來這個是 中間級別 他突破 他突破這個地方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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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站上去 他有點算是 上去 又下來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 是不是因為那時候有那個 聯組會那個會議啦 我沒有去特別關注反正 我們沒有在操作嘛 所以說我們關注後面的結果就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果就是他這邊 形成了一個 突破了 突破之後回撤的 往上漲 但是他的上升趨勢確實沒走那麼漂亮 沒有走那麼漂亮 所以說 他現在就是 上來之後開始以橫盤 所以說這個區域呢 這邊 以前啦 以前的我也會有個誤區 什麼誤區 我們放開給大家看 以前的我會有誤區 就是說 我在這個高點的地方 我看到了這個 我看到了下降趨勢 我看到下降趨勢 不是 位前會這樣然後去做空 但是你要去看的是他整個位階嗎 他整個位階應該是說 他不是下跌後的三角收斂嗎 那下跌後的三角收斂你去做空我覺得還比較合理 但他不是啦 他是 上漲過後 他上漲過後 這邊啦 這個點 然後下來上來 上漲過後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稍微小小的三角收斂 目前這個位置 他還是以一個 看漲的一個行情 所以說 以期貨部分來操作的話 我在想說他到達 白色線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剛剛看一下起貨的部分他會到達多少 我比較希望他 快點回到14660啦 這地方是一個支撐嘛 對那我不曉得他到達白色 他等一下會不會彎下來白色的地方然後 順便一起到達 還是說他會 比較重度的回撤 但是我覺得 到達白色再上去 然後 他能夠延續他這樣的力道我覺得會比較好 當然因為這是一個小時 那如果說看5分K你會覺得 好像波動好像蠻大 不過其實他沒什麼波動 你看5分K會想要下單吧 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而且下虛擬貨幣的時候常常這樣 而且 餐單就被吃掉 餐單就被吃掉 你看現在有點好像明顯要 去做一些 突破什麼的 所以 目前的期貨部分我還是覺得 以偏多去操作 比較能夠操作一個大波段 那現在也還沒站上去 我一個人會在底 因為他底呢 也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撐住的盤絲 比較沒有 所以我還是看他跌到這個地方 看有沒有機會去進 這個14660這邊的一個多單的部分 因為昨天有進嘛 那今天可能還有機會再進 大致上 解析的差不多 那這部影片我就 就 7點半上好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大家一起賺錢 因為現在講的時間是3點半 那搞不好這3點半這個時間 他也不會跌下來 搞不好7點半之後 就一起跌下來 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說到達這邊 然後剛好是後 我會很有興趣 我會很有興趣 這個位階我喜歡 就是兩邊一起看掌的一個位階 好那我們就來講 個股部分喔 個股部分就是從 金星講到上品 就是 講實檔 如果說你覺得 講解個股 因為個股其實就是大家要看的 不是我要看的 所以說 我不會去挑說 特別會說 這個地方 可能會上漲的個股 然後去挑 這是挑給 比較會挑給會員的 個股啦 所以說 你可能看會覺得說 這地方怎麼不太準 因為非常有可能 因為我自己 對於一些個股 我不會去挑的話 那代表說 我也看不懂 所以 我就不會去 把它給 挑給會員嘛 這是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說 這邊外面 公佈出來的 這些個股 有時候可能真的不太準 有時候真的可能 只是我自己看不懂 講真的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金星的部分 這個 我們用這個改 8183 OK 我們 台股是在看天 或比較 輕鬆一下 輕鬆啊 比較輕鬆 不是輕鬆一下 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 這個線應該是 畫錯了 好 那我們拉遠看 拉遠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 呃 把這線刪掉好了 我看重畫一下 其實我蠻喜歡重畫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看到 不一樣的世界 呃 來看一下 目前其實今天就是又打到 這個高點 打到這個大概59.5 59.5的位置 那也是這邊 這邊這一根 這邊這一根 不過我覺得整體應該可以直接抓到60 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 整數價格呢 通常都會有一個 大壓力 這個是大家需要去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腦袋需要擠住的這樣子 那之前這邊是 好像做一個小小的頭肩底吧 那這一檔啊 我 記得 我記得我好像 有挑到會員個股 所以如果說你是等他 噴上去 你才買的話 那肯定就 比較 危險 因為講真的 他就是一個 區間盤 一個大區間盤 就是50.8到 我畫面這個 69.2 所以我記得我推 我那時候我放到會員個股 好像有 不太印象 因為挑太多了 那 挑出來的時候應該是在這個底部 還是在這裡吧 沒有什麼印象 對反正呢 目前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直接延續的 我們再畫下來看看吧 喔 OK 呃 我剛剛畫了一條線 這條線呢 其實畫下降區域線的東西就是 你有時候你要看 譬如最外面這一條 最外面這條是這一條嘛 你就是去看 主力 有沒有在看 大部分的主力 大部分 都會有壓 大部分 我只能講大概有 高達8、9層的 這個下降區域線 最外面那個地方 就是沒有碰到任何 線的地方 這一條 最大級別下降區域 基本上都會有壓 大概8、9層 真的不符亂 但是你看到中間這個位置 你這個中間位置 你就想說 我這條 我這條要貼這裡 正確嗎 看起來這邊是地方正確 第三點下去嘛 那 我這條 我這個地方貼這個地方 那正確嗎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也是正確 被壓下來嘛 但是 你現在 我現在 我又多一條的話 然後加上我原來 瓶頸線的壓力 就有看到這個位置的話 所以我會把這一條呢 也一併納入 這個點是這樣子 大家自己去畫 你可以畫跟我一樣 反正目前的看法 還是這樣子 比較有興趣 要嘛跌下來 要嘛往上走 但是往上走 你就要小心 60元 這地方上去到 這個位置 也沒有多少利潤 大家自己看 這是 至少 我都會抓 至少9%啦 這是 至少89% 不然的話 你去抓這個停損 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啦 你這個地方 看起來目前 有個9% 但是你要買在 非常低 59.5%這個地方 然後往下去抓 所以說 至少要有 但是 我目前看他 我覺得他的整體的情緒 他應該還是 比較偏 一個盤整 一個大三角收斂 一個 大三角收斂的盤勢的話 這個就要小心啦 因為有可能他真的是來滿足第三點 之後又搭雲霄飛車 下去 因為我不曉得 這個 行情會走到什麼時候 他如果說沒有在 大盤在上漲的時候 先表態 他是在 大盤可能走到末段的時候 然後去表態的話 再上去的話 那可能拉上去的力道 就沒有那麼強勁 有時候確實會這樣子 主力就是會慢慢的去作駕 然後 去控盤 然後 看到他到哪一天 他喜歡他才會上去 目前這一檔 我覺得是 就是 自己看看吧 反正突破 60元 或許有個機會啦 好我們要抬一波 抬一波呢 我後來 之前是有抓到會員格文 不過 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被這根洗出去 然後這裡就往上噴 那就是真的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盤是真的是 很差啦 那時候盤是真的不太好 所以說他疊呢 也造成了一個 非常恐慌性的 炮獸 然後就往下疊了 就沒了 我就沒了 那 我自己 沒有很習慣 去做破底翻的個股 就是 呃 因為我自己腦袋中 會覺得說他或許 破底 再翻回來 還是會失敗 但是 破底翻他就往上走 所以說現在的一些 結構上 看起來 是 大致上是在23左右 反正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這邊多出來的話 我 其實都會想要去找到他為什麼會 莫名其妙去突破 為什麼莫名其妙去突破這一個支撐的點 那我現在眼睛 我不曉得 我現在貼貼看 呃貼下來看看 呃貼下來就發現說 他是不是 是為了要去 去滿足 他這個 下降趨勢線的這條線 是不是 我就開始想嘛 是不是 那我覺得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說他還是 這樣子 一個點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說他這個地方呢 就會形成好像 往上突破了 但最後又跌下來 因為他只是為了去滿足 他去碰 然後 真正的 他覺得真的壓力在這裡 然後去 往下跌 所以說 真正的 平行線的支撐呢 就是在這條 藍色的位置 才是標準 是正確的 因為他這邊呢你不能就 就是說你不能就是把 他這個位置 就把他當作 這樣子 我說這個地方是壓力 結果不是 結果不是 所以說他支撐我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 目前 的走勢 看一下有沒有爆大量 呃他有爆了一個大量 在昨天 但是 他K棒是 有收下影線 所以 大家自己斟酌吧 就是 這個位置呢 我覺得依然還是可以 慢慢看 如果說他是 爆在這一根 的大量的話 我可能就覺得 這可能完全的出貨 但是他爆在 在這個支撐的位置 那 我們去思考一下 他爆這個大量呢 雖然說 雖然說昨天那一天 這樣子是下跌 但是 你去想一下 這個大量會不會其實是 爆在底部 會爆在底部 這個下影線的部分 全部都是這個 主力進場的位置 我就想會不會有機會 就說這個地方應該是有 可能會 往上去走 當然就自己去抓 跌破還是得抓個 尖存價格 就 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 景碩 景碩真的是比較看不懂的一檔個股啦 就比起星星跟南天的話 是比較看不懂的 對那 目前呢 我之前畫的線 就是有點 莫名其妙的 撐住 那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吧 恩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 沒有到很喜歡 主要是說 如果說我切成天看起來是髒 那如果說我切成周 我切成周的話 我們之前這條 上升趨勢線 喔就是我之前自己講 我說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 這樣子上來 好 結束 這個地方跌破 跌破之後反抽到這裡 這個點一直 以周線級別看一直不過啦 我這會讓我覺得說 他會不會真的是 這邊是做一個頭部嘛 然後 跌破 跌破這個位置之後反抽 壓力 下來 最終他又會跌回 59 60這個位置 我在思考啦 所以說 我們群組有一個 有一個會員一直問喔 那 我是覺得他蠻想進 那我就說那你可以進進看 但是我自己就 不會想要去做進場 最主要也是有這個原因的 一個 一個意味 然後呢 就是說他如果真的 好啦他真的從這邊開始起掌 掌上去這裡也會預壓啦 所以 我是覺得 就 我會慢慢的去看他的表現 到底會怎麼去做 因為 因為 就畫了一些線 像這一條線 看起來好像蠻準的 只是之前我覺得說他可能做一個 我之前畫的嘛 我覺得他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可能會下來 上去 下來上去 最終呢他走了一個 這個算是 這個 上些形態啦 他走了一個 上些形態 這個 上些形態之後 上些 因為前面暴跌嘛 暴跌之後往上漲 上些形態之後下跌 所以說 你要說 在抓這種底部的個股 簡不簡單 我自己覺得 不簡單 不太簡單 所以說他一些 結構什麼 但他底部確實是這邊有一個W啦 但是其實現在離W有一點遠 所以說 我之前有講啊 我是說 像是這個美元指數嘛 你看美元指數他長這樣子 你會想要下單嗎 他長這樣子也是底部反彈嘛 那你會不會想去做單 對那 你這邊如果說你不想去做單 那為什麼 你緊縮會想去做單 為什麼 都是從底部下來了 就從高點下來 然後底部這樣往上走 那如果說你這個都不想下 你也看跌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你就輕易想要去進多單 然後覺得說我可以一層一層去看 所以我自己是思考說 我有這個隱憂啦 那我就 沒有很考慮 我沒有很考慮 所以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邊都還是有壓力 我會看星星跟南電 這檔就 實在是看不懂 但我只能說 我畫的線呢 可能 對一半吧 對一半 但 可能另外一半呢 真的是 可能有機會往上走 那我就會捨棄這一半 好啦 我們看一下這個合情控 今天真的一個不錯的表現 他在這一個 這個 趨勢限制的地方做一些糾結 我還記得 前陣子呢 有去做空 而且 空的位置 非常的好 我就真的是 空在這一根 這個 他第三次碰到的點 我真的 空在那一根 這一根啊 然後 記得那時候是用全陣空 全陣空結果 空下去的這一根 他的價格最漂亮 後來這個地方我都除掉了 然後後來反抽到這個地方也沒有在空了 反正呢就是 空下去之後馬上賺了這個10%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這個 他算是這個 網通嘛 我記得那時候網通其實他擋之後還OK啊 就是他自己特別的弱 那就有可能他就是碰到這個線就不行了 所以他現在 又來到這個熟悉的 熟悉的線 然後他越過去 而且 這個地方越過去了 前高點 但是 看一下喔 抓一下 他真正的一個主力 應該是在這條 這裡 對 這裡 這裡應該還是他真正的主力 所以 他今天漲了5% 我 個人認為 我自己個人認為喔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 底霸1可能會下跌 那如果他真正突破的話 可能就會上去 這也 是這裡嗎 我看一下 其實是這裡 這裡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爆量啊 這裡根本有爆量 然後 恩 來看一下 看看今天最大的量是出現在9點30分 然後這邊的大量的點呢 他 使命的去 用一個比較大的量去在 低點是32.5 然後高點是32.85 然後落在這個 32.5到32.85 這個地方 所以說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多少 33嘛 33 然後這邊 32.85 那我們就 這樣子抓吧 我們就這樣抓 33到 這裡 應該是突破了啦 我覺得應該是突破了 但是其實有一個隱憂就是 因為每檔個股遇到的情況當然不一樣 那他有引誘就是 他在8月8號這天 爆了一根很長的上影線 那如果說在上影線的這些人都 到現在都還沒賣掉 那勢必會形成一個賣壓 那我是不覺得是大戶啦 大戶 你真的要變成大戶 中石戶那些 你應該是非常守紀律 應該是 不太會去凹這個單凹這麼久 我在想 我自己在思考 只是說 應該是沒有壓力 真正的壓力支撐應該在這裡 所以 考慮看看吧 他也突破這個位置 所以會不會有機會這個網通又走一波 所以 考慮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砂 OK 看一下中砂 中砂我對他的看法應該還是差不多 之前其實有畫錯 然後後來就 就改成這樣去畫 改成這樣畫 那 這地方應該是能夠畫一條線上曲線 因為這邊是形成一個 波段的高點 然後這邊畫下來 所以他 後續可能還是撞 再下來 撞再下來 然後 這邊形成一個大的三角收斂吧 下跌後三角收斂 我在思考啦 所以 這檔個股 目前應該都不用看 所以說他跌到在97.5 這邊 最低點 最低點這邊 然後加上上升趨勢線 到來 再去做單 我覺得會比較好 我就是簡單帶過 因為沒有特別的行情需要看 就簡單帶過就好 好我們看南帽 南帽我們目前也是先看一下下降趨勢線的部分 然後 之前是這邊自己拉了一個上升 應該說是 三角收斂啦 這邊有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我那時候就 直接貼一條三角趨勢線 結果在這個禮拜 禮拜幾 今天禮拜五嘛 禮拜四禮拜三禮拜二 禮拜二的地方 還是 守住上升趨勢線 不斷不斷的 像一條蟲 再往上爬 那現在快爬到他前高點 前高點是在3.4.5 所以說 目前啊 你真的要做單的話 我認為去突破這一層會比較好 突破這一層再去做單 然後 這地方看有沒有辦法拉 做到這個地方 這裡啦 因為他 走得好像 算是 慢慢的漲 慢慢的漲 就看有沒有機會啦 當然 你要期待他跌破 上升趨勢線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啊 他跌破 真正的出貨 然後在黃色的地方把他接回來 這邊接的點更低嘛 這邊接起來就是一樣看32到34.5 所以目前 他的看法就是這樣吧 就他 等待他慢慢爬 爬出去了 越過了他這個頂 天花板 再去做進場 我們看一下這個 台聖科 我們看一下這個趴數 這趴數其實也沒有到非常漂亮 所以自己斟酌了 7.55%也沒有到非常大 如果是我應該會 沒有東西下可能才會下 或是說我看好他的產業 但是這個又又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所以這次去做考評 這個我就不在我的範疇裡面 因為 基本面對我 對於來說 應該是非常大的難事 我們沒有在 研究 沒有在特別特別地去研究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台聖科的部分 他還是回測 這個160然後現在又有點往上走 然後這好像昨天是有講過 我記得昨天好像講過 因為我昨天 有 好像有講過 然後 那總統在說 好可惜喔 沒有去進到單 然後 去 去這個 往上漲 就今天就殺了一根回馬槍 那基本上把前面這根的漲幅 有點快要吞沒吞掉了 好那 有可能他後續行情會下跌 他下跌呢 然後能不能夠在這個地方 通常啦 這個點位是最漂亮的 就是 能夠回跌到上升趨勢線 跟平行線這個位置 基本上都會有辦法去回調一波 所以說這個位置呢 可以去參考剛剛160的位置 那這邊的盈虧比應該就漂亮許多了啦 如果說 跟剛剛那一檔南茂來比的話 我當然是會選擇這一檔 當然我是以不管他產業喔 他的長期怎麼樣之類的去看到 那就是從 欸這邊有15% 我剛剛的兩倍喔 他長到 他比較容易長到下一個壓力的 點位呢 有兩倍的 比剛剛那個兩倍的空間 那停損你就抓一樣 如果是你要選哪一個 如果是你要選哪一個 我當然會先選兩倍的 那他突破之後 這邊這一段 是更漂亮 這一段 因為他是沒有被一個 那種 現在就是先壓住啦 沒東西畫啊 沒東西畫啊 沒東西畫 頂度只能畫在這裡 沒東西畫 所以說 如果是兩檔一起選的話 可能比較會選他啦 對啊 好我們看到這個石碩工業喔 這個也是很冷門的 然後近期剛好有 也不算 對啊近期算剛好有亮 蠻冷門的 我們看一下 欸沒有畫過的喔 其實我比較喜歡看沒有畫過的 因為看沒有畫過也可以重新去看 重新去看就會蠻有意思的 你看他的長期的這個支撐壓力 這條線在50塊 然後之前這有破 有破 那時候盤斥真的太差了 很破 那可能也是沒什麼量啦 所以有破 那後面就一根 喔 長上來之後就不跌 卡在這個位置 卡在這個位置 那現在看起來是要來挑戰這個前高點 對有爆量然後要去挑戰前高點 所以 這邊就比較簡單一點看 就是這樣 這樣 那 簡單一點看是這樣 這個點突破再去做單 那下去的部分應該沒得畫啦 所以也不需要畫 那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他也是一層一層慢慢爬 然後這一層然後爬到這一層 那這一層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參考 但是這一層有嘛 這一層這一根就有 11月23號你看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 然後回撤 然後往上走 所以說現在又是高點 高點 然後看這個地方 這樣子 去走 慢慢一層一層去走 目前就是給他突破 對 那還有兩檔 我以為講完的時候 不然今天是講特別久 也還好 好來看一下 我就想我這個是要重畫 我覺得自己都畫得很亂 重畫 來踩了兩根 做一個 WR W然後底部一個形態 但是 這點又有差下來 所以他也不是非常完美 但是主要是他已經把 你就把他說 你把他想像成他是 一個 算是 三角收斂的結構 然後 三角收斂的結構 對不對 他這邊是一個 三角收斂 但是他 已經突破了 突破在那邊進行琢磨 所以這邊上下幾% 如果是我 我都能夠去承受啦 那我最終最終會看一下這個地方不能夠去跌破 這個就是我目前去看的 那就是等待 看這個阻力大大 什麼時候拉啦 什麼時候拉盤 拉一波 就是 目前這個地方我都認為是 合理的價格 這邊都是合理的價格 也沒有差多少啦 20.5這邊 沒有20 20.85 這邊往上去抓 這邊21多 假設這邊做進場的人也都還OK拉 我覺得是我 如果是我的話在我容許範圍之內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看他怎麼說往上走 那如果說你要去計算一下他的這個 滿足點的話 這樣算 第一波拉 他突破在這裡 第一波會先到這裡拉 那也是看起來蠻合理到達這個地方的 也不一定喔 反正這滿足也是 我都覺得是貼好玩的 因為你根本沒辦法 就算你貼著然後你這邊 你只能說我先進單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到那裡而已 然後你至少你要進的低一點 你要進的低就是現在 現在突破了然後先去進 然後看看再經過了一個 一兩個月 三四個月看有沒有就到達這邊 這樣子 因為有可能會受到壓力然後 直接反向就跌 跌破地下來 剛才之前這邊 我這邊也可以換一下 所以這邊有一個M頭 那M頭怎麼算 從這邊開始算 這邊有準嗎 還真的蠻準的 也有反彈 就看這個有沒有機會上去吧 反正這個地方我覺得都是合理價格 在我心目中是 等他跌破就不是啦 好看一下這檔 上品 就 壓力壓力壓力 這個之前好像有講過是不是 對就是 這邊有一個強勢的 V轉 然後 現在感覺上是要往上勾嗎 那如果他往上真的勾上去的話 那他可能是 少數啦 又是一個 這個算是 就是這個結構啦 這個結構 不過他沒有左邊拉上來這一波 他沒有這個 他只有 沒有前趨勢 只有杯跟餅 我記得很久之前看也沒有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他畫的也沒有 是什麼 倒窮工業紫座 反正他這地方也是這樣一個圓 然後勾就上去 一個圓 勾就上去 然後一個圓 好像也 算了 反正就是 現在目前呢 我們不要看形態 不要去看形態 我們就看這個下山區線能不能夠突破 然後突破之後呢 一併先越過了325塊 這個之上 然後再回撤 就這樣子 我不要去管他是什麼挖克的形態 那 就是這樣 如果不能突破你就只能等這個 藍色線這地方去 去考慮的 就底部這邊 就這兩個點可以解脫啦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到 到這邊 然後 再思考一下要不要錄 第二部影片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